社群网站推特呼吁全球超过3亿3000万用户更改他们的密码 原因是他们发现一个程式错误 会将用户密码保存在内部日记中 却没有正确加密 虽然没有证据显示密码外泄或被滥用的状况 但还是建议用户更改密码 推特说明正常情况下系统会将用户的密码打乱成随机字母与数字储存起来 但他们在日记中发现密码并没有被打乱 恐怕有泄漏滥用密码的危险 推特表示已经解决这项程式错误问题 不过推特拒绝说明何时发现这个错误情况维持多久 以及多少用户的密码受到影响 但根据了解公司内部情况的人士透露 影响数据庞大而且暴露数月之久 推特前几周才发现这个错误并向主管机关提出报告 推特表示这些资料并没有被外泄或遭到任何人滥用 但还是建议全球超过3亿3000万的用户更改密码 并启用双因素认证 目前用户使用推特的时候 网站就会自动跳出视窗解释这次程式错误的问题 并让用户能够连接到设定页面去更改密码 将系统错误的伤害降到最低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陈凯霆整理报道